粉丝提问,为什么没有红色的基地服? 其实这个问题真的很简单 但这位粉丝问了我很多次 稍微决定还是做个视频解答一下 一共有两个原因 一,没有红色环境的地图 知己中目前有三种颜色的基地服 绿色、黄色和白色的 它们的作用就是和周围环境融为一体 增加伪装效果 绿色的可以在草地上使用 黄色可以在麦田、荒草地、沙漠中使用 而白色是雪地的专属基地服 可以在雪地上使用 既然要推出红色基地服 那肯定要地图中有红色环境 可仔细看看知己的地图 没有一张有红色环境的 因此不加入很正常 二,红色特别显眼 基地服是降低自己被发现概率的 可红色恰恰会增加被发现几率 原理是因为红色的波长最长 波长最长意味着它的颜色能力最强 穿越障碍物的能力最强 即使离得很远都能够一眼就看见 所以警告灯才会采用红色光 交通信号灯也是红灯 这下知道为什么没有红色基地服了吧 小伙伴们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